週二 河北城德市公安局雙橋分局微博通報稱 近日破獲一名15歲學生 觀看所謂反華仇華信息的案件 有大陸網友說 古今中外沒有這樣的暴政 河北省城德市公安局29號的通報說 雙橋公安分局破獲了一起利用互聯網 多次瀏覽觀看反華仇華信息的案件 警察 15歲的理性學生 多次觀看刻意歪曲中國歷史 取解國內外熱點新聞事件的信息 消息傳開引發大陸網友強烈抨擊 很多網友覺得荒唐 有網友說古今中外也無此暴政 還有網友說 文革期間有偷聽敵臺罪 現在有關看反華信息罪 還有網友說 從因言獲罪到因言獲罪 就叫大家不要瀏覽採訪的信息 真實的信息 這樣才能夠控制更長久 大陸網友表示 中共實施愚民政策 進行網絡封鎖和審查 利用官媒洗腦 但是現在大陸很多有思想的學生都會搬牆 讓中共感到恐懼 通報該案是為了殺雞儘猴 上海維權人士倪天英表示 中共把反共說成反華是混淆視聽 他本人曾經在網上發表過 反對中共暴政的言論 接受過境外媒體的採訪 因此遭到中共公檢法的長期政治迫害 最近又被法院凍結銀行存款 清潭的記者熊斌 中原採訪報導